法轮功学员王晶的丈夫任海飞 于6月26日在中国大连的家中 遭到警察非法绑架和暴力殴打 至今仍被关押在看守所 王晶表示 家中大量现金和私人物品被抄走 而现在已进入冬季 但看守所拒绝家人给任海飞送任何衣服 甚至律师也不许接见 因为疫情期间吧 派出所呢 以各种原因 说是不让接见 最后呢 我们是等待了很久 两个月时间吧 律师呢 被允许接见 接见的时候 当时说是通过视频的方式 和我先生 能够见到我先生 可是真正接见的时候呢 只是通过电话 而我先生具体的身体情况 他的精神状况 我们不得而知 任海飞被非法关押后 给家庭造成了很大的痛苦 他的母亲也因此遭受打击 先生的母亲因为这件事情呢 突发现在出现了脑梗症症状 半身瘫痪 到现在呢 他还不是很正常的能够自己去行动 需要家人给他陪护 对家人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王晶表示 他的先生信仰无罪 希望公检法人员 给予正面的支持 做出善良的选择 在我打电话 向当地的公检法部门 在问询我先生的案子的时候呢 我知道有很多人也是善良的人 法轮功是被非法迫害的 参与者呢 在这件事情上呢 是受牵连的 我不想这些善良的民众 包括公检法部门的人 被无辜的牵连 我希望他们选择善良 选择光明 目前律师的法律意见书 已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 王晶呼吁 尽快释放他先生任海非 新唐人记者杨阳 洛杉矶采访报道